高雄小港机场的航运量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由于台北松山机场船出可能迁移 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市议员吴义镇认为 高雄机场可以吸纳松山机场和桃源机场的部分航班 南部人要出国到世界各地 就可以不用大老远到北部搭飞机 高雄小港机场是国内第二大机场 航运量曾经飙到1200万人次 之后高点通车航运量降到366万多人次 近年来廉价航空两岸直航河包机 以及东南亚屡次增加 航运量提升到600多万人次 市议员吴义镇认为高雄机场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因为我们的容量还有一倍 现在只有我们的运量大概只有600万 大概我们的小港机场可以到1200万 台北本身又有松山机场又有桃源机场 它的整个配置也饱和 事实上不管从城市发展 从整个航运发展 从台湾的资源发展 都严重的一个分配 资源没有放到最恰当的一个地方 高雄机场是松山机场的三倍大 但屡次却差不多 有意参选台北市长的台大教授李锡坤 提议迁移松山机场 但临近的桃源机场 无法全部吸收松山机场的航运量 在和吴议员商讨之后 两人都认为高雄机场可以作为松山机场 迁移的支援角色也能够促进南北区域的均衡发展 所以我的松山机场的迁移的证件 很多人就说桃源装不下 那今天议员他提出一个 高雄机场未来的一个规划 证实了我的松山机场迁移的证件 可以落实 先把松山机场部分 是不是做部分回到桃源机场 因为现在有桃姐 只要桃姐加密就可以处理 那有些原来我们南部做到桃源机场的 那个部分的容量 再拿回来而已 只是引回来 不是叫你们台北来高雄做好 是原来就是南部地区的人 那个半次可以移回高雄 南部人要到欧美国家等 飞行比较久的国家 都要坐高铁或者赶业车 到桃源或松山机场搭飞机 高雄机场吸纳部分航班后 要出国到世界各地就更加方便 港独新闻张世民 赖昌邦采访报道